中美交锋开始,中国早有准备,提前会见两个重要人物 布林肯只能排在第三,美国算盘要落空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肃君,欢迎收看严肃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中国提前会见两位重要人物 布林肯只能排第三,美国的算盘要落空了 目前,美国国务卿正式访问中国,这不是什么小事 我看网上,大家对此也很关注 但大家可能忽略了,其实早在布林肯访华之前 中美之间的交锋就已经展开了 而且事实上,在布林肯之前,中国还会见了两位重要人物 而布林肯只能排在第三位 这就很有意思的,俗话说外交无小事 中国的安排显然很有深意 首先我们得弄明白,布林肯这次来中国到底想干什么 美国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可以明确地,这次布林肯是带着多个任务来的 中美关系,中东局势,俄无冲突,中俄关系 还有南海局势,都是此次布林肯访华的重要议题 其中,南海问题一定是重中之重 因为在布林肯访华之际,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南海附近海域 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从规模上看,这次演习是历年来最大的一届 而从行动上来看,演习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外十二海里进行 并上演夺岛战役 这释放出的对华针对性和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很难不去怀疑,美菲联合军演就是为了配合布林肯访华 两者相互应 美国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而施压的地区就是南海 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 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正在逐渐进入南海 可以看出,针对南海局势的发展 美国开始按下了加速舰 而对此,大家觉得中国会没有仿佩吗? 南海局势的稳定事关中国外部环境 南海绝对不能生乱 不能由着美国乱搞 所以,早在布林肯访华之前 中国就提前会见了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 柬埔寨政坛最关键人物 另一位是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 柬埔寨和马来西亚都是东盟成员国 而中国与东盟的密切外交 对南海局势的稳定 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我国外长王毅在与柬埔寨 轰森的会面中 就南海争断问题进行了讨论 柬埔寨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 在南海局势 尤其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柬埔寨坚定支持中国立场 而在我看来 这不光是柬埔寨的态度 也是目前东盟大部分国家的态度 美国拉上了一个菲律宾 而中国串联起来的 则是整个东盟 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天平 早已向中国一边倾斜 美国在南海的阴谋 在东南亚的算盘只能落空了 另外我注意到 马来西亚外长访华的日期 刚好与布林肯访华存在重合 这也能说明 中国的外交并不会专门为美国开绿灯 中国很忙的 跟中国打交道的国家排着对来 并不差美国这一个 换句话来说 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对美外交尤其重视 重视是肯定的 但先来后到也要分清楚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